在平常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身影中,大家可以看到,都是要经过一段陆地行驶,最终飞向天空,特别是在降落的时候,远远就已经降落,然后在跑道上缓缓地行驶过来。 如果没有足够长的跑道,就必须用减速伞,特别是战机,因为战机在接地的时候速度相当高,将近300公里每小时,为了有效地缩短接地以后的滑跑距离和时间,提升安全性和降低对场地的需求,减速伞是必须的。 不过据了解,美国就不需要减速伞,这是为什么呢?难道有什么高科技吗?说白了还是离不开美国的土豪风范啊。 美国之前也是使用过减速伞的,不过在刹车片出来后,美国就放弃了减速伞,减速伞使用不如刹车片简单,但可以多次利用,非常节省成本。 不过减速伞使用完之后,还需要地勤人员去收拾一下,在紧急情况下,会影响战机的出动频率,从而影响了作战效能。 所以,财大气粗的美国是非常不喜欢用减速伞的,美国使用的刹车片和战机的刹车机构的配合进行,对战机减速效果非常好,不过刹车片对轮胎的摩擦很容易受损,所以更新频率快。 这些航空用部件不是弃配成的普通货色可以比的,使用特殊材料,所以造价非常高,美国作为世界霸主,自然在这点小钱上不会计较,在各个领域都从来不吝色前,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达到效果。 不过在美国偶尔还是会用减速伞的,除了一些新型的战机,遇到紧急情况也会使用减速伞,双管齐下更有效。 除了美国,大部分国家还是采用减速伞的,毕竟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,减速伞也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